你们听说了吗,在樱花小镇一直都有两个人在默默地保护着小镇上的居民,他们就是唐三和小五,白天他们为了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,唐三会装扮成消防员,救火就灾,小五就装扮成白衣天使,默默地为小镇的居民服务,可到了晚上,小镇上的居民都休息的时候,他们就会换上他们忍者服,戴上他们的小鸡面具,辛辛苦苦地在小镇上面巡逻,保护樱花小镇居民的安全, 巡逻着樱花小镇的每条街,可是他们平时是需要大量的能量才有足够的力气保护人们,如果没有人支持他们了,他们就会消失,所以那些不喜欢他们的人将会受到惩罚 小五,我们那么努力地保护樱花小镇的安全,可是现在喜欢我们的人越来越少,还说我们戴的小鸡面具很丑,要不我们一起去惩罚那些人吧 好的,三哥,让他们知道樱花小镇还有我们唐三小五的存在 小五,你跑快点,刚才系统告诉我说,附近有人说我们是丑八怪,必须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,小五他们就在前面了,我们赶紧过去吧,就是前面这两个贪玩的家伙 就是你们两个说我们是丑八怪的是吧 我的妈呀,真的是小五姐和唐三哥 小五姐,不是我说的,是哥哥说你们长得丑的 你可真是我的好妹妹啊,你怎么能出卖我呢 哼,就是我说的,怎么了,你们戴上面具本来就非常非常的丑 你这个小家伙,还真有个性,我挺喜欢的 这样吧,我给你个机会,成为我的徒弟 只要你说点好听的话,夸奖我,我就收你为徒 真的吗,真是太好了 唐三哥哥是樱花小镇里最帅的最厉害的人 小五姐也是樱花小镇最漂亮的 嗯,很不错,现在开始,你就是我唐三的大徒弟了 小五姐,你可以收我做徒弟吗 当然可以呀,另外,如果你还有朋友也是喜欢我们的 我们也可以收他们做徒弟 那太好了,小五姐